世界银行预测 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将放缓到2.4% 连续三年走下坡 不过中总却看好五国经济能够逆境增长 那究竟整体的局势变化如何 今天早上我们线上有TradeView 资本首席执行长黄祖汉为大家分析 世界银行估计全球经济将会进入30年 你来最疲软的5年 那你认为这样的说法会不会太悲观呢 而您就觉得今年的主要经济挑战会是哪些呢 其实四行的这种考虑因素有很多 特别是它估计是全世界的全球的经济 包括这些发达国家长期因为高利率 导致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和经济消费下降的影响 所以它比较担心2024年的这种经济衰退 可是事实上假如你跟着很多这些分析师 分析员所说2023年会有大萧条 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现实 所以我觉得2024年假如你预估是经济放缓 我这个可能性还是有 因为主要的就是各种这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如乌克兰俄罗斯战争 还有我们这些中东红海沿岸紧张的局势 伊斯列巴里斯坦的这一个战争的不断的升级 这些可能会是导致四行比较悲观的原因 可是从另外一角度去看 其实现在加息的这些轨迹已经是慢慢的缓了 然后同时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这个这些被影响到的国家的整体经济的结构 其实还是具有弹性 就打个比喻很多这些升息非常大的这些国家的幅度 它其实没有造就很多这些就业机会的失业率提升 所以这也表示说经济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弹性 可是唯一我以另外一个比较担忧的就是过去五年 中国经济一直都在下滑 虽然这就是多年以来他们增长了之后的一个后果吧 但是我觉得它比预期的时间 就是这个衰退预期时间更长 所以我觉得只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还是悲观 难免就会影响到整体四行的这个预计 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 这个暖着陆就是大家很希望2024年最起码的baseline 假如我们可以有一个暖着陆呢 其实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的悲观 好 那主汉呢 您认为我国靠着出口复苏和内需加持 有没有可能把国内经济成长推高到4.5% 还有是有什么风险 您觉得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呢 我相信其实我们跟其他周边国相比呢 马来西亚这几年来的经济 自从这个疫情之后一直都有提升 而且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经济其实很健康的反弹 再加上假如你说通货膨胀呢 相比其他国家 虽然马来西亚也有跟着攀升 但没有其他周边国这么高 我觉得2023年可以说是新政府做得最好的 就是最起码它在经济政策上 已经输出了他们接下来4 5年的这个大蓝图 特别是好像NETR NIMP 我个人认为的是假如2024年 他们能比大家预期中积极的执行的话 GDP增长4%目标并不困难 但是问题就是始终于执行到位与否 然后我也研究了很多这些政府的这些政策 当中我相信它其实实际上对整体的GDP的增长 是有世界的那个连带效应 我觉得唯一我们比较需要担心的风险 是我们的政策的落实的缓慢推出 另外一个是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就好像这些比较无畏的政治头条 比如一天到晚都说 他们有这个迪拜动作啊 换政府啊 这些其实都是影响到整体投资者的信心 而我觉得只要我们政府继续秉持 他们现在这个财政纪律 不增加国家债务的情况下 发展我们的经济呢 我们经济的基本面其实还是会逐渐改善 最后当然我们要找到多的新的收入来源 不能只靠我们的这个Petronas 来一直给予政府的这个帮助 好的 非常感谢TradeView资本首席执行长 黄祖汉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分析 谢谢您 祖汉 谢谢你 杰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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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